庄子临终前的一句话 倒破天道 地道和人道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庄子 他的故事总能给人醍醐灌顶般的顿物 当我们被过多的东西捆绑 活得越来越沉重的时候 不方汲取些庄子的智慧 换一种思维模式 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 诚然 庄子在先秦珠子百家中 是最与众不同的 也是最接近神的人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终难免一死 庄子也不例外 但是在游生枉死的旅程中 他做到了长治 庄子临死前说的两句话 不仅泄露了道的生死天机 还透露着人生的大境界 在临死之际 庄子拒绝了弟子为他举办 隆重葬礼的送碧仪式 他说 无以天地为官国 以日月为连璧 星辰为珠基 万物为积宋 无葬聚岂不被邪 何以加词 古往今来 多少帝王将相 制作了无数豪华的陵墓 被称作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自认为自己攻盖三皇 得过无地 相信人死之后 也可以享受灵情之中的一切 于是历时39年 用功72万人 修建了极尽奢华的秦始皇陵 整个陵墓建造的极其庞大 作为陪葬品的各种奇珍异宝 不计其数 仅出土珍贵文物就多达五万多件 甚至镶嵌了明珠 当作日月星辰 灌注了几十米深的水银 冲作湖海江河 但是庄子作为楚庄王的后裔 一个学士渊博 精神超特的天才 他对自己的身外之物要求 是苛刻的 因此无论多么贫困 都没有一点狼狈之气 庄子不与充当统治者爪牙的世人为伍 他用浩渺无尽的天地做棺材 用照林下土日月 做棺材上的双臂 用斑斓流转的星辰 做点缀的珍珠宝石 世间万物 不论是飞亲走兽 还是奇花异草 皆是他的陪葬 难道这些 比秦始皇的奢华陵木差吗 庄子原是楚庄王的后裔 学士渊博的他 游历过不少国家 如果他要是想获得锦衣玉石 求取荣华富贵 可谓是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但他偏偏是一只洁癖的鸟 这一点庄子的朋友慧师 应该是清楚的 当慧子做了梁慧王的宰相时 身为好友的庄子 前去与他交往 却又挑拨离间的小人 对慧子近谗也 表示庄子此行 是为了取其相位而代之 慧子就派人在城内 搜寻庄子三天三夜 想要劝说庄子离开这里 不料庄子主动找他讲了一个故事 话说南方有一只名叫 晚厨的鸟 它从南海出发 日复一日地往北海飞去 即使在奔波中感到疲惫 也只在梧桐树上休息 即使在飞翔中感到饥饿 也只吃竹子结的雪白的果实 用以饱腹 即使在跋涉土中感到饥渴 也只喝甘泉中流淌的水 后来有一只猫头鹰 捕食到一只腐烂的老鼠 想好此时 晚厨从他身边飞过 猫头鹰生怕自己的食物被抢 于是惊慌失措地大喊 你是要夺取我的食物吗 庄子眼中囊括天地玄机的大刀 是什么呢 看透人生真相的它 能给予我们什么启迪呢 吃饭 睡觉 上班 娱乐 人在世间所做的所有之事 无一不是入室之事 谁都无法摆脱尘世的纠缠 人的自由与解脱都在道里面 无论悲喜顺利 人生的烦恼与痛苦 都是无可奈何之事 放旷慧眼 喷头表象 就不会随着外在的成败得失 而陷于喜怒哀乐的情绪困扰 一切变化都是道的姿态 天大地大 人在其中 背后都有一种隐形的精神相连 庄子无一就是那只 有洁癖的鸟 他不羡慕惠子的相国之味 并对之嗤之以鼻 人的享受 有物质享受 有精神享受 俗话说 万般皆使命半点不由人 面对人生的死生穷打 都不能混乱心中的纯和之气 这一点才是庄子想说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珍贵而短暂的 真正聪明人 绝不会让自己活在别人的眼中 从他拒绝处为王 向他抛出的相国之位 亦可以看出 当时 他靠鞭草谐度日 家里甚至贫穷到污米下锅 但他还是拒绝成为君王的玩物 他对楚国的使者说 祭司用的牛 虽然每日不缺粮食喂养 甚至可以披上华服尽秀 但是他却无法避免充当祭品 任人宰割的命运 活得还不如猪圈里的一只猪 而他不想成为一只这样的猎物 反而宁愿像乌龟一样 在泥塘里自寻快乐 庄子宁愿拽尾于头 也不愿到楚国败相 除乱世而不折损气节 他逍遥而来 飘移而去 面对贫困与生死 可以说是完全看开的 大多数人活一辈子 不都在为财 钱 名利 争斗不休吗 先不说 自己的才能有多么平庸和出众 被物与损耗的生命 真的值得吗 当自己的喜好和尊严 自我实现和社会公义 使自己精神层面的痛觉神经 达到最敏感的顶点时 当自己的情绪感知 一步步顿化掉时 不妨想想庄子 为自己疲惫的灵魂 打开一个可以短暂喘息的窗口 世界上还有比死更大的事吗 天地为官国 何尝不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反抗呢 人人都说庄子豁达洒脱 但是都不由而同的 选择了一条与之相悖的道路 这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残忍呢 当庄子提出以天地为官时 他的弟子们一开始是非常反对的 认为飞鸟会将庄子的身体驱干墨镜 但是庄子不以为然 在上为无缘时 在下为蝼蚁时 躲比于此何其偏移 他想的是 如果不掩埋自己的尸体 那么自己就会被乌鸦 老鹰一类的飞禽吃掉 不过即使是把自己埋在地下 也会被蚂蚁一类的昆虫吃掉 这样无非是把乌鸦和老鹰的食物 抢夺过来给蚂蚁吃而已 既然如此 自己又何必这么偏心呢 庄子生活在一个混乱且痛苦的年代 逍遥之境亦是他永恒的追求 都说人生如梦 其实不管生死还是功名利禄 都是这个道理 宇宙万物都是相互变化的 这个世间如梦境 如泡沫 如物碍 所有的变化本质上 都是万物同一的 庄周梦蝶背后隐藏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为什么庄子可以逍遥超脱一物歪呢 人和动物都活在世界 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无论是乌鸦 还是蚂蚁 又或者是人 都一样 黄黄光阴数十载 已是上苍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当世人为了内心的欲望 拼命往上几时 庄子却将人内心最隐蔽的欲望 消除一空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人本来就是没有生命和行骸的 死后安然息息于天地之间 不过是归于原本了 所以不必过于迷恋生 过于恐惧死 任何事物都是随起随灭 随灭随起的 世间万物接触于变化当中 生生死死的循环是生命的本质 纠结于是非因果的肯定 否定只会涂赃烦恼 摆脱身外之物 如功名利禄的羁绊 而观照于事物的本然 就会减少过多的分别心 对待心 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恰恰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 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再流逝 细胞每时每刻都在生生灭灭 佛法称之为无常 活着则存在于限制中 还记得庄周梦蝶的故事吗 话说 庄子躺在大树底下休息时 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愉快 惬意地在花丛中飞舞 仿佛瞬间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庄周 直到大梦初醒后才发觉 自己就是一个将卧在树底的庄周 然后他就想 到底是庄周在梦里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在梦中梦到了庄周呢 就在这短暂的刹那间 梦境与现实究竟是个怎么分辨法呢 蝴蝶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意象 象征着精神世界的自由 以及虚无缥缈的梦境 人们在往往将它看作是死亡的象征 但我觉得蝴蝶可以同时代表生和死 以及生死之间的状态 破茧而生的蝴蝶与人类灵魂的血罩不谋而合 外表的精致个性与内在的精神延伸息息相关 虚拟的梦境总是短暂的靠不住的 正如蝴蝶的生命短暂脆弱也很美丽 美梦中有一行 人们真正地摆脱现实生活束缚的过程 好比蝴蝶坐简成勇之后的过程 一种通过自由的想象 而不断充实异想内容的过程 正好对应着蝴蝶与化后的重生 如同一个奇力的梦 人在睡觉的时候 犹如死亡一样失去了意识 摆脱了肉体之身的束缚 所以我消失了 但是在睡梦中 人们便打破了生死 误我的界限 从喧嚣的人生走向逍遥之境 另一个我再生了 这是一种分别的眼光 是人为的区别 就像游虫化涌 游涌化蝶过程一样 他们的生命本质都是道 快乐也好 悲伤也罢 都是虚幻不失的 具有智慧的人才知道 人生就是一场大梦 与万物齐同唯一的态度 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命整体 遵循它的变化秩序 才能得其所在 生死就像春夏秋冬 四季运行变化一样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在纷繁复杂的人间势力 得到真自在 真逍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